你有聽過吃過敏藥 可能會變憂鬱嗎 這是美國食品 藥物管理局日前發布 含有Montelukas成分的藥品 用於過敏性鼻炎 又或者氣喘病人的時候 會出現阻礙睡眠 甚至想不開的鬱悶行為 食藥署在今天公告 經過評估認為 這類藥品的臨床治療效果 沒有比神經出現不良反應 來得明顯 絕異這個成分 藥品列為後線用藥 也就是說應該等到其他藥品 沒有效的時候才可以使用 好 張開嘴巴 讓醫師看看 過敏不舒服 吃個藥就好 但是有些過敏藥的成分 可能引起神經和精神上的副作用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日前發布含Montelukas成分的藥品 用於過敏性鼻炎病人 和氣喘病人的時候 會出現憂鬱 睡不好 甚至想不開的狀況 食藥署考量 國內有其他更安全的替代藥品 因此決議這類藥品要等到 其他治療過敏性鼻炎藥 沒有效的時候才可使用 這個藥已經用了很久了 主要是用在氣喘過敏的患者 健保的幾乎上 它事實上只有幾乎在氣喘的患者 對於鼻子過敏的效果 只有一定的效果 不是說很高 所以建議還是能夠不用 還是不要用 如果說在這個行為上 比如說專注力 情緒上 這種過動的這種現象 然後又去看精神科 又吃一些過動的藥 其實對於小孩子的一個整個成長發育 都不是很好 建議其實要跟醫生討論 國內韓Montalukas成分的藥品 每年開出大約九十萬張處方簽 目前收到四十四例不良反應通報 服藥者出現睡眠不佳和憂鬱的情況 事實上這類藥品包含小兒科 胸腔科和耳鼻歐科 醫院診所都有開例 如果發生不是症狀 尋求醫師協助是最安全的做法 華人新聞送禮事件台北報導